健對醫療是很熟悉的東西 阿俊你剛剛探盟監是嗎? 是呀 剛剛在大難女情教所 探誰? 今天探周恒彤 因為阿俊很熟悉籌權的東西 還有他自己也坐過多少個月? 八個月 所以又有親身經驗 但他又很關心在囚人士的福祉 今天上來特別想和阿俊聊一下 就是因為很熱 其實今天就很幸運 因為太陽沒有那麼熱 但這幾段時間都很熱 我自己都寫了幾封信給廚長 那你今天去到大難嗎? 今天開始熱了 開始熱了 剛剛打完風 今天上午是32號 天文台經常說的 今天是32度 但郊區會高兩度 其實你說完 監房又再高兩度 監房的頂樓又再高兩度 如果是西斜的話 又是更重要的 所以其實坐監那種熱 不是我們說是備士那樣東西 再加上可能三度就差不多了 那真的很難受 因為有幾天真的熱得很厲害 太陽 那阿俊你說怎麼搞 你說應該有什麼辦法可以幫他們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只是幫助人士 因為裡面也有很多職員在做事 有時候我聽到他們有些說 哇 全身濕了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乾 有時候睡覺也是濕的 那起了身也是濕的 有時候見到一些職員 也都是濕的 因為那些寒很厲害 你那時候不是那麼熱 你幾多年前坐那時候 我也是很熱的 我在赤柱 赤柱到現在有86年歷史 我那時候在赤柱在2019年 我還要在頂樓 三層 我在頂樓試過 二樓試過 所以是很感受到 每一層是差一度的 是嗎 那即是怎麼搞呢 你覺得這幾年有沒有改善呢 其實怎麼搞呢 就不是一些都不複雜的 要怎麼搞 我剛才來的時候 都是按一按這個AI 人工智能都懂得回答 怎麼回答 他怎麼回答 檢查GPD 是啊 你一按 你會看到 他會說 改善空調系統 提供多些冷水喝 設立一個cooling station 即是讓大家可以在那裡喝水 在那裡抹身 或者將他們每天的裝飾時間 調動一下 即是最熱的時候不用工作 你去的那些熱國家都是 蘇巴牙也好 南非也好 你也是這樣寫的 不如 CheckGVT也是這樣說的 其實都不是什麼 不過再加上我們 如果香港的處境 我們以前有建議過 例如說 輕省一點簡單一點 即時做到一點 就是什麼呢 給家屬入那些退熱貼 即是指定型號 指定數量 指定牌子 你不可以買得多 一盒一盒兩盒 可以入電芯 或者是每一天 給它多一次涼 很簡單 甚至乎是 甚至乎是 給它入一些 巴椒線 電動 手提的電動 風扇 就像鬆跑一樣 你來一盒電 你便照樣來吹 相差很遠 結構性一點 就是防熱塗層 或者在天台種花 種植物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屍空見慣的方法 絕對不複雜 不過問題就是 做不做 其實你剛才說了這麼多 好像沒有一樣做 是不是 它做過的就是 是不是在頂上 油的東西是防塞 這個應該是 剛剛今年2月 才開始試行 我不知道它試行成怎樣 是不是已經落實了 在每間院所做 但是這個是在赤柱試行 在我19年的時候 它就開始試行 就是要安裝那些 安全的滾桶式的抽氣線 和試行安裝那些牛角線 那時候就在19年開始試行 到現在就試行完了 即每間院所都應該有的 都應該有的 也有的 如說赤柱1500間房 都已經游了那隻滾桶式的抽氣線 令到裡面 在窗裡面 可能流通好些 那個東西就不是安裝在窗裡面 在窗裡面的 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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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整間房的東西就好些 好時少 那為什麼我聽聞 好像都沒什麼了道 其實兩個問題都存在的 熱和焗 滾桶式的處理焗的問題 牛角線的處理熱的問題 但是牛角線就不是每間房間都有 牛角線就不會 牛角線在走廊裡 可以走廊裡 但在走廊裡開了 那些風不會走進一間窗的 最慘的是 如果你的閘是密封式的閘 閘有幾種的 有三種的 一種閘是電視的 一條一條鐵 鐵枝那些 那當然可以 第二種就是 有很多的格子 那些都很好 那些全部都入光 但是最慘的是 最多的是哪種呢 就是 在赤柱呢 就是一個大鐵閘 上下隔才有一個A4 size 的氣窗 上下 中間是一個大鐵閘 擋洗風的 你只有這麼少 你自己躺在地上 就在這裡靠著 希望可以吹一點點 那就是不行了 因為我最近都了解到 赤柱那邊是很熱的 就是剛才說的那些 好像都沒有什麼 怎麼執行到 那還有你說 在屋頂那裡 游些油 唉 如果游了就沒那麼熱了 是啊 那些方法 其實 其實在監房熱這個問題 都不是香港獨特的 也都不是 就是程教處也都不需要 視之為一個什麼問題 不是說自己的責任 其實在不同世界各地 監房的耗熱問題 其實都備受關注 這樣就做了 我們都沒有說 有些外國人 其實如果按AI 就有一點我不敢說 什麼 AI其實會說 安裝冷氣 安裝冷氣 不是那麼多 我都按過 我不是按A 我到處按 看看哪裏要安裝冷氣的 但冷氣不等於21度 冷氣可以26度 一流下冷氣 很燙 不可以的 不過沒有那麼熱 當然 我覺得冷氣 現在就不是什麼豪華享受 而是一個必須 你就算看很多市民 還在劏房 那些什麼 都是很擠 都是要有的 因為如果你住的地方 這麼熱 嘩 我都跟處長說 如果中暑 或者死了 那怎麼辦呢 因為上幾個星期 你看到有地盤 有工人 就是中暑 運到醫院 就死了 我們沒有這些數字 我們不知道 在監房 因為熱燒汗 中暑 甚至影響生命 我們沒有這些數字 我自己 在2019年坐牢的時候 我就四個人一次 是所謂的熱燒汗 即是在下班的期間 那個教練一看到我 喂喂喂喂 馬上坐在那邊 即是覺得你不行 只是喝水 因為他看到我的面景白了 但我不太覺得 你自己那時候就不覺得有事 只是 但一停下來之後 喝點水之後 你會發覺整個人被捕著才是熱 那你要慢慢散開它 但那次他就馬上喝著我 他看到你知道你可能有事 還有你說那些放風 有些地方好像沒有遮掩 是不是 放風那裡 絕大部份都沒有遮掩 當然 你說你叫他出去運動 當然是吧 但是有時候是很曬的 還有有些人不是那麼喜歡出去運動 他可以坐在那邊 沒有人逼他要夾他出去 那你坐在那邊 你也好 有些瓦傘 頭也好些 太陽傘也是近幾年加的 操場那裡 就是那些流動 以前加在哪裏 以前很多時候職員那個位 職員坐在哪裏 太陽傘就在哪裏 所以 那我跟著那個職員 是啊 就是圍著他坐 大家坐在地上 他不理你 他不理你 要知道大家休息一下 現在是加了的 現在是加了的 那你自己的瓦那裏 就站在賣桶上面 嗯 就拿著那個蜜 當水由頭到尾那裏 但是就會整地濕透了 那你抹 那你抹 那你又出汗 那你不抹 你濕著 但是其實很淒涼的地方 就是在於什麼呢 其實有不少囚友 是躲在地上 是將水淋在床上 就照睡 淋在地上照睡 就是淋在濕 濕著照睡 我剛才都說 那些衣服都濕透了 那些衣服都濕透了 是呀 或者拿個冰筋 弄濕它 照睡 那你說濕氣很重 那些不說的了 那些 唉 真的這樣 真的不太行 我聽到台灣呢 他說有些冰 即是很熱 就給你一盆冰 你拿著 你不知道怎樣 有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就是冰就是海難涼 是啊 但是我看來又不是那麼有效 你怎麼給你一盆冰 但是喝水為例 是不是有冰水喝 是不是有冰水喝 不一定的 好看遠鎖的設施 嗯 有些層數有冷熱水機 可能你比較好 有些有冷熱水機 有些 有些 比如說 赤柱的格級販 那個建築是有冷熱水機的 那便好些了 那便可以喝完一份 但是如果不是那座建築的話 你沒有了 就是不冷都是熱的 熱的了 哇 那你畢了一杯熱的 你便要放在這攤很久 是啊 是啊 現在這麼容易 是啊 所以有時 就是喝室溫水 室溫水 不要說冰水 喝室溫水 都好像是一種福利 那樣 真的慘 真的 還有有些 我聽到說 有些說 譬如說在工場 騎素 那些地方 那個通風 不是很好 就是變了空氣很混濁 喂 其實有時在法庭 現在我看 可以聽到47人那裡 哇 第三庭都很混濁 有時候我走過第二庭 他說你怎麼不去 我受不了 那些人有很多大大口罩 都是這麼混濁 那裡面是否都是很混濁呢 那些通風不太行 不行的 不行的 你說的 我們應該為職員說幾句說話 是 因為職員都很辛苦 當然辛苦 在其數裡面 現在加了一部風機 對著它 例如這個大風機 職員就坐在那裡 但是風機噴出來的風 都是熱的 一出來就熱的 你怎麼轉是熱的 但是在他身邊 站在那裡 所以那些月前線的職員 其實他們都是跟那些囚友一樣 都是在熱的問題裡面硬吃的 那其實那些工會都應該出聲 我猜是出過的 還有我猜是現在他們 就是經常都說 懲教那個流失很高 請人很難 在那些女兒莊中 那我想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那個公眾環境的問題 那這些都是要根本去解決的 是的 你剛才說那些什麼貼 那些退熱貼 是不是真的有用的 那些小朋友發燒那些 小熱去熱貼 你退了下去就不燒 那是冰的 其實它是涼的 其實它是涼的 簡單來說就是它是涼的 那樣的 就是你退下去 就涼上去 不可以 不可以 他說什麼保安 安全理由 安全理由 不說明 怎麼會影響到安全呢 那為什麼 退熱貼是影響到安全 那那個電芯又不影響到安全 那為什麼電芯又不影響到安全 那那個燜貼又不影響到安全呢 這些全部都是 就是 那那個退熱貼 因為我真的不好意思 我孤流寡民 我都沒有用過 就是有用的 那些小孩子 或者有人很熱 發燒 就用它都夾住 如果人 如果是大汗也好 不是大汗也好 整天都濕了 你上天不病 你遲早就病了 那裡面還有 熱 有自然會有熱匪 當然是熱匪 還有什麼濕疹 濕疹 濕疹 病 大問題在裡面 沒有什麼藥 沒有熱匪水 你說熱匪 我們平時常識 那醫生不可以 那醫生的藥 裡面是沒有熱匪水 所以熱匪 要怎麼處理呢 真的不可以處理 那就是自己 用水敷一下它 或者有時候 有些人 就 以為 我們特別要提醒 不好 以為什麼呢 他現在用牙膏開水 涼涼涼涼涼涼涼 是的 但是以我們的囚友 告訴我們 較 başka 保障涼涼涼她就是會發炎 啊 剛剛ig鎬涼的 從來 當然很麻煩 但這些全部是很討伐的 你沒有實際的問題 沒有實際的方法去解決 但我認為是口意相傳 用一些自己覺得可以的方法去做 那真的不是很厲害 因為天文台都說了 會越來越熱 很嚴重 那你混了一群人在裡面 熱到這麼嚴重 我都不明白政府怎麼想 我真的覺得很大件事 其實有些朋友會這樣想 如果是熱 你說熱就熱 熱不是問題 坐牢當然要熱 如果是用這個邏輯的話 冬天你會不會給皮鱷擦 凍不凍不死你就算 冬天是這樣的 坐牢是這樣的 冬天也會給皮鱷擦 因為四張煎都有 四張煎也有 但是也不太夠亂了 坐牢警告的時候 可能會全部人會派多一張煎 或者派多一張藍粒 就是那些藍色的衛衣 就是讓你不要懶惰 那你也會做一些迎面措施 對 所以在房間的人 永遠都是說 捱熱是辛苦的捱凍 因為 凍去加衣 是嗎 你不是撒了皮嗎 撒不到皮 所以很嚴重 其實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人因為這樣病 沒有這個數字 連中暑的數字都沒有 黃倫是因為熱而失去生命 其實就不應該沒有 因為中暑很多時候政府都有宣佈的 工人也好 什麼都有中暑 但是進去裡面 你滑一聲跌低 你有什麼原因都應該說 不過你也知道不同的部門 都有一種方法 我以前到二年都見過 就是我沒有這個數字 沒有就收窄 沒有就現在有 沒有就是沒有 所以我不可以回答你多少 我不是說沒有發生 但是我沒有這個數字 所以現在好像變成 大家好像是 我有我講他有他講 但是無論怎樣好 其實這種說話是好的 例如說19年令到有國線 令到有冰筋 令到有手段線 那個冰筋也是你爭取回來的 不要這樣說 我想大家都是一起 怎樣用 冰筋其實有名字是冰筋 冰什麼鬼 其實就是一條 好像Dry Fit那些毛筋 中筋了 不是毛筋來的 是纖維的 要特地買的 要買的 要買的 要特地付錢買的 要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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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元而已 幾元而已 要浸一層水 一邊就索水 一邊就沒有那麼疏水 那些水就鎖住 那水當然有兩個 一般的溫度 於是便搭在身上 今天民主黨 胡志偉他經常用這個冰筋 胡志偉經常說 他買了兩條的 他靠他去睡覺 怎樣在裡面可以買的 一定要在裡面買 你不可以買出去 不可以在家人買 不可以在家人買 不可以在家人賺錢 不可以在家人賺錢 很有趣 很多個不同的處理 這個處理就是 一定要家人給錢 那他就用那些錢去買 是的 要探監的時候買 冰筋就會送到那個 仇人的身邊 這樣就可以用了 這樣是好的 不單止一條 可以兩條 可以三條都可以 可以 他不限 不是不限 就是最多三條 是 買了就用水 浸濕它之後 就搭著 搭著 這樣就當睡覺了 即是沒有那麼熱 那有水在這裡 不過都很慘 那這樣就是 那叫什麼 風濕 是不是 濕是很重的 濕是很重的 所以很濕 濕是會令到很多 身體不舒服的 當然 你走少少濕都不想 不要說 不想這些 多些人可以拿到那些水 淋濕 那張床 淋濕 地上就躺上去 的時候 即是那些就很熱 主要是 熱到飛起 我們那時候是這樣的 你以為六點多鐘 入回艙就很棒 其實不是的 什麼叫做 因為你回艙 因為沒有太陽 就可以收太陽 其實那些石屎 已經吸光了些熱 即是在那裡滲出來 開始才放出來 所以由六點半至八點半 那時候是在放熱的 我們一進去 我經常都說 好像在一個精龍裡面 小龍包 就是 進去 你不動的 坐在那裡不動 那為什麼呢 就是不動 沒有被小龍包 坐在那裡不動 一動就有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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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動 不動也會出汗 但已經是不要動 那不動了 或者只是我的爽身份 很細動作的 慢慢慢慢 在身上 很少動作 很難過多 因為游出汗 游出汗 小小的 等它吸光了之後 然後 等它慢慢 就是 過了一小時 就這樣 如果不行 那你就要 直接弄濕的毛巾 再抹一次 但是抹過程 你會知道 又會出汗 但是你抹一次 你都可以 痛快一下 再不行 真的受不了 那你就真的 臨地下 那你又 一直睡 臨地下又出汗 但是 臨濕了之後 你希望快點 散熱 然後你又要等一會 又要重複關科學過程 不要動 沉身份 或者用毛巾抹 慢慢印 慢慢印 用最小的動作 慢慢印 然後等它 等到可能是 八九點 那你才可以 所謂讀書寫信 但是十五時就懂得登 其實 所以現在這麼熱到 這樣的階段 其實很多人 書都不看 信都不寫 因為熱都沒有心機 你太熱就什麼都沒有心機 什麼都沒有 做不到 而且碰什麼濕什麼 所以那次我做好事 我不知道問誰 我說 你有沒有做運動 他做什麼運動 他就坐在那裡 全身濕透 你還要做運動 他死定了 做運動 做運動 明天是會做傷害 但是你坐在那裡 看你那樣 現在都濕透了 怎麼做運動 一定減肥 是排毒 你還可以說 排毒 你還要吸這麼多汗 什麼毒素 不用那些精忌肉 或者什麼桑拿 這些都不好笑 我們這樣說 就是苦中作樂 那是有辦法的 其實裡面真的很難熬 不過他們經常說 不是最難熬 兄姐 今天也不是最難熬 什麼時候最難熬 他們說是去年那五晚熱夜 去年嗎 去年 是否記得有延續五晚呢 就是熱夜 就是說深宵 即是說凌晨 都三十幾度 都三十幾度 都三十一二度 那些 整間房 所有東西 所有牆 所有鬥 都是熱的 都是熱的 哦 就是都清醒出來 那幾晚呢 好可怕 所以現在那些人 就永遠又怎麼想呢 他們說他樂觀也好 荔枝角那些就會說 啊 我住四樓 好可住八樓 那住八樓 就說 我住 我不是西邪 好可住西邪 西邪 西邪那些 西邪 我真的有一個是西邪 我大家關心的 范木威 他那個位就是西邪 西邪 真是慘 他就是頂樓的西邪 吃到應勢 每天多幾個字 是曬的 真是慘 但是荔枝角那些 西邪都好 都比赤柱 赤柱有些西邪更麻煩 赤柱沒有槍那些更麻煩 或者赤柱又說 喂 不是啊 喜寧洲會更麻煩 喜寧洲的名字叫太陽谷 有什麼叫太陽谷 就是狗的太陽照著 那不更麻煩 大家都是這樣 是啊 你說他 我還不是最差 真的很麻煩 那個 那個 給他沖多一次涼 應該是有益的 好嗎 其實全國風法呢 我再說一次 一些都不複雜的 退熱鐵 每天給他沖多一次涼 因為現在沖涼 就不是說 沖涼就沖涼 他有規矩的 是怎樣沖呢 你說他怎樣沖涼 不是 沖涼呢 其實呢 沖涼房呢 那種水房呢 通常呢 很多水喉 但是 那幾時要沖的 或者一半 各各其送不同 不同的 但是只是沖一次 通常是跟運動掛勾的 哦 就是沖完運動 過完風就做運動 就是沖涼 這個是 standard 但是很多時候 很希望就是什麼呢 就是 那 回艙前沖一次 就是吃完晚飯 吃完晚飯 在回艙前 在看電視 在那段時間 最少給我沖多一次 是 沖涼多的人才回來 是不是 沖涼就是凍水的 是不是 沖涼呢 夏天也是凍水 那 冬天一定是在熱水 是會這樣的 冬冷水沒問題的 大家都習慣了 因為很舒服 這麼熱 很舒服 你說吃完飯 回艙前 就被他沖一次 再進房 其實不是很難安排 水來而已 不是 他要很多人 他要看著你 又不知怎樣 要你怎樣排隊 又要這樣 是不是多很多手續 多工程 那裏一點都沒有什麼 不是很多人力的問題 在那裏 因為大家都是 要走去而已 不用說要幾個 不用說五六個職員 看著他 不用的 就是早上起床 可不可以沖一次呢 當然不嫌多 知道 早上起床 因為你明明是馬上放風的 明明 每個其數不同 有些其數 可能是第一個活動 就是放風 就是放風 未吃早餐都放風 有些其數是這樣的 但是 每個其數不同 但是你說 一天中三次糧 在這麼容易的環境下 其實 都不是很過態 那些牛角線呢 現在到處都有了 是否叫你知 是 是走廊 是走廊 還有呢 其實 監房的設施 有一個問題 我們經常都分裂了 安裝當然好 當然好 安裝了 但是維修和保養 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有時候安裝了 壞了 壞了 壞了很多時候 可能等幾年 壞了 壞了之後 真的沒有人來 所以 得物無所用 這個情況 都要關注 這個特別是 什麼人來的 什麼智慧監獄那些 當然有很多科技 那我都說 有科技之餘 那他有沒有 線一壞了 就看是怎樣 但是 也要維修保養 也要維修保養 是不是 你不要想著 這些東西不壞 監房的東西 更容易壞 是吧 牛角線 當時是很大的福祉 就是 其實 怎樣是一個 就是牛角 怎樣 牛角 大排檔那些 這麼大的風扇 風扇 好像這個風扇 這麼大的 那些 以前 19年 那個風扇是掛牆線 就像中學裡面 藍色那些葉 掛牆線 就死了 後來 很好 石教主 那天 牛角線 嘩 這麼大的 鐵業 鐵業 鋼業 鐵業 馬上就很顯著 改善 當時是有囚有擔心 會不會在牛角線 附近那兩個倉 很吵 現在都 偶爾會有人投訴 但這個 都是 相對來說 是小問題 你近住他就有益 遠一點就沒有 但是他每一個 近住的倉 都有一把 牛角線 所有倉都有得益 他本身會移動 但是 那個範圍也不大 始終你也會說 有些位置對證 當然是正一點 但是 有沒有些是沒有位置的 有 會有些是差一點的 一定有些是差一點的 你的倉剛好在那個位 剛好 少少碰到 這樣就碰到 只有少少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就多做兩把 是不是這樣 風扇的資源 又不是很多 老實說 就是 我買過風扇 有些什麼水冷機 那些叫什麼 那些自攜 那些 我那個是說的 現在在街上 搭巴士 你搭地鐵 你在街上走 很多人都拿著一個 手提的 風扇 入乾電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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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過沒有 都幾大風 現在開到 是不是 你覺得那些 應該沒有什麼危險的 他們可以讓它入 騷跑 那你兩粒電 即它的危險就是兩粒電 騷跑也是兩粒電 對 你說 不是說可以很厲害 有些可以用大電 那你便不要給我的型號 你可以鎖定我的型號 是哪一個牌子的 哪一個型號 我們買書扣都是 指定哪一個牌子的 哪一個型號 你不是說隨便 所有不同書扣都壞掉 當然不是 唉 其實你又經常去探 很多人都經常去探 如果真的有人中了風 不是中風 中了樹 或者有時候都會知道 是吧 不可能說 他不收集 那些數字就不知道 都不可以 即你當然沒有一個統一的數字 但你都知道 那天又去探哪一個 他說中了樹 又去醫院又吃 這些一定會知道 囚有一定會知道 囚有知道 囚有知道就家屬知道 家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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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口耳相傳 其實大家要知道 你怎可能裡面有事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太明白 所以你來泰平紳士也好 你都不知道 究竟過往過一年 或者是十年 有多少人中暑 就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 連你都問 可以問 所以這些是 應該要知道 但是不就是不知道 尤其是現在熱的時候 如果泰平紳士去巡視 加一條問題 就是有沒有人中暑 近期去問問他那個 看他怎麼回答 總之我們希望那個 不要那麼熱 阿樽一定會繼續下來 我們個個都下來的 希望署長聽到 就可以做多些事情 不要希望爆出來 哎呀 誰中暑 誰衝了醫院 很大件事 那就死定了 多謝阿樽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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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多謝 拜拜 OK 有沒有人想問的 你自己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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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監房一直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只有很少藥是提供的 我們甚至乎 那些囚友經常都說 四大而已 下去 甚麼病都是給四大 只有四重 ABCDE ABCD是甚麼的 哪四重呢 當然不止的 不過這樣 習慣了說四 甚麼都是 病理痛 常常都是病理痛 或者是一隻 如果骨斷了 那些 我們叫黃骨 那些就是鎮痛藥 只有幾種 是沒有熱費水 這一樣東西 所以我們不可以公開說 那些囚友 如果真的有熱費 他們就會去看醫生 在監房 那跟醫生說的 就不是說熱費 是說頭鮮的 因為有一隻水 有一隻綠色的水 是醫頭鮮 生鮮的 頭癢的 但那隻頭鮮的水 是可以治療 那些囚友的經驗 是可以治療熱費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公開說 就是不可以令到那間監房 突然間 那個人都說 那個生頭鮮 突然之間就被拘捕了 大家都沒有一用 還有其他問題 你講得太好 就講盡了 多謝你 答完他們的問題 OK 好 多謝阿俊 多謝 你們先喝一口水 好 你們先拿點咪 謝謝